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干啥的 妈 他可厉害了我的妈 他是干物业的 厉害了我的姐夫哥 什么一个干物业的你就是干物业的你 妈 看这俩 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 我给他管上 数学 物理 化学 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 三个4S店老板 三个快餐店老板 带上两个小老板 飞机 税务局 工商局 文化局 教育局 四个副处置的公务员 炸弹 就说你就能炸死我了 看这 哎 外企公司的老板 看见没有 大猫 博士后 小猫 火箭 哎哎哎哎 你们这俩孩子 是给你小妹找对象的你 还是给这斗地主呢 就是啊 你说你们干净瞎仓啥呀 我自个人事不要你们管 哎哎哎哎 你回来 这还气人不你说 您别着急 让他去吧 咱们今天呀 就是进行试探镜的进攻 先炸他一下 让他警醒 然后呢 说不定 他这个小心情啊 就有波了 对吧 不对不对不对 我觉得呀妈 小米烈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说这孩子 他也不跟咱说呀 小米烈 小米烈 哎哎哎哎回来 小米烈 小米烈出去了 啥事啊 啥事啊 出事啊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弟妈呀 哎呀我弟妈呀 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 是不是就瞒我一个人呢 是不是 什么事啊 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小米烈要结婚了 你们不知道吗 啊 你这孩子 不是 啥结婚了 不是 我我我说王小翅啊 你说话靠点谱谱 他连对象都没有 跟谁结婚呢 对呀 你这不毁他呢吗 行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 大哥 你别上脚 上脚我就废 你们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那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小米烈 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去他棚里取东西 取之前千叮咛万嘱咐 告诉我不准打开 不准打开 他越这么说我越想打开 结果我打开一看 哎呀我的命运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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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哎孩子们呢 那张片儿是谁呀 哎呦 哎呦 妈妈呀 妈这个距离产生美 你远点 对 你俩给我洗开 让方奶奶看看 未来的姑娘这讲啥呀 让我看 瞅瞅吧 这不是新郎 不是 这是老郎 我怎么梦穿了 妈 慢点 慢点 我这迷糊啊 我呀 妈 我是做梦吧 妈 没事 你别着急 妈 你就是做梦的 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 对对 回去睡了 怎么还说梦了呢 这是咋的嘞 没事 没事 再躺一会儿 这真事咋说梦了呢 妈 小心抬筋 什么玩意儿这是 什么情况啊 张欺 啊 我找你呢 你是 跑我砸了 球来了都这样 绝了 我不是不让你打开吗 我不打开 怎么知道你真实的内心世界啊 内心世界啊 谁跟老包米 我把照片给范奶奶一看 当时就躲一会儿过去了 你就是个二货你 妈 什么玩意儿就二货呀 妈 妈 咋回事什么 我还二货了呢 妈咋样了 妈刚睡着了 睡着了 哎呀 我的妈呀 吓死了 你还知道害怕呀 小米粒啊 小米粒啊 你干啥呀 这是咬牙齐齿的呀 你说干啥呀 你过来 你过去过去 小米粒啊 你跟大姐夫说实话 这个白眉大侠 他是不是威胁你 他是不是恐吓你 你别害怕 有什么事跟大姐夫说 大姐夫给你扛的 小米粒啊 啊 这老头 是不是花言巧语的 捧骗了你 我告诉你 对你这样的少女 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那都是套路 对不对 你二姐夫就是发明套路的人 对吧 谁发明的呀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小米粒啊 小米粒 你吐的啥 吐的眉毛白吗 还是吐的有钱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告诉你 俺们家小米粒不是这种人 王小倩 你以为我们家人都跟你似的呢 他到底有多少钱 你 你 你们都这么想我是不是 好 我就是屠他钱了 看看 我说对了吗 看看 师父 对了吗 别吵吵 这哪还吵吵出餐银来呢 小米粒啊 你怎么想的呀你呀 他跟你不合适 你这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吗 你要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找王小倩呢 王小倩也比牛粪钱了 你啥意思啊 我还不用牛粪呗 你先别手画 牛粪要手画 你说吧 小米 和这个小白梅 也就一定了是不是 你俩表过态吧 俺俩态度很一致 不同意 哎呀 可惜了啊 我这有一堆银行卡 每张卡里啊 有十万块钱 那张卡呢 是我一周的生活费 我刚刚还想呢 你们谁要是支持我呀 这个我就送给他 等一等 好 三片啊 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二行吧 没看出来吗 结婚证都拍了 都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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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卡 买你弟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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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小白呢 哎 小白 哎 你干啥呢 我给你擦擦照片 你给我手拿开 你没在擦我的照片干啥呀 这家伙你擦得我心惊肉跳的 赶紧 钢子哥 找 找我有啥事啊 哥 我问你个事啊 就这两天老有人贴那广告 小广告是什么的 是不是你贴的呀 钢子哥 怎么一有人贴小广告 你就能想到我呢 想到我万美临在你心目当中 就是那么一个不堪的形象吗 别哭想 你别哭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 你别哭 别哭 我一个26岁的小女孩 不是 等会儿 你怎么26岁啊 你不是34吗 那就不行我虚一点了 你这虚的也太大了 行 我一个34岁温文尔雅 你拉倒吧 你还温文尔雅 你一天到晚破马张飞的 你雄影展翅的你 也行 我一个34岁 雄影展翅 破马张飞的单身女人 等会儿 你怎么成单身呢 你不有老公吗 那呀哥 你可别这么说啊 我还没结婚 你真的说我怎么找对象啊 不对啊 上回有个小伙子 你一口一声的老公叫着 哪个呀 就那个个儿挺高的 那姓王 捡钱包那小伙子 你不是老公老公呢 不是你叫的吗 啊 说他呀 你不提我都给这人忘了都 他呀 没登记 咱俩也没结婚 我教他老公呢 就是跟他客气客气 你这也太客气了嘛 你俩没登记呀 我想问你一个事 你说我处了这么多男朋友 咋就没有一个能跟我登记的呢 我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跟我登记的男朋友啊 小伙子 小伙子 我登记了 我登记了 遗憾 小伙子 你坐坐 那个我记得当时你俩挺好的呀 怎么就分手了呢 别提了哥 他之前不了解我的工作情况 哦 后来他深入了解我之后 胆太小了 哥 啊 你胆大不 我 我胆大倒是大 那是我登了 我已经登记了 悲伤 那个小伙子 我就问问你一句话啊 就这小广告到底是不是你贴的呀 鸿子哥 我都跟你说八百六十遍了 你咋就是不相信我呢 这么的 我跟你发誓 这小广告要是我贴的 免费送你一块墓地 不用 我腰大碗干啥呀 你早晚能用得上啊 等你有那天你就用呗 什么叫我早晚的 我且用不上他碗上的 你看怎么 就这样 我相信你了行不行 我相信你了 好吧 我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 小鸭呢 还想套我话 没有事儿 人生就是这样 斗子斗勇嘛 继续提 什么呀 你干嘛呢 说早晚 白虎帮我人家来 白虎爹也没事 啊 是 大哥 大哥 我谁叫大哥呢 管你叫大哥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赵刚子他爸 哈哈 哎呀 都说赵刚子长得年轻 今天看了您之后 我才知道 这是随根了呀 哎呀 哈哈 开始运气 哎呀开始运气啊 准备开炮 大姐夫来了 你带爸泡温泉去了 你咋想的 我有一张卡 是不是快过期了 是 我一看这卡 明天就要过期了 不花就白瞎了 里面还有一千多块钱 我行的带着爸去 把这钱给花完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带我大姐去 你你大姐面积太大 去了以后就钱就不够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 我就带着爸来到了温泉 对后来 完了爸就把衣服脱了 来到了最烫的那个温泉池子里 爸就卖了进去 对 对 爸就舒服地躺在了温泉里 抬头看着曼天的太阳 看着看着 爸就数星星了 来来来来来 起来吧起来吧 不是 大姐 这么多年我没给你发过脾气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长脾气啊 今天我要不把扁头 你踢在你嗓子眼里 扫我脚长得结实 别别 老姐 踢反了 踢反了 是我不把脚踢你嗓子眼 我愿意 我就这么说 就这么踢 好好 谁谁 赵刚子啊 你说是你卡里的钱重要 还是咱爸身体重要啊 你以前挺懂事的呀 你怎么干了一个这样的事啊 你说你 你为啥怎么干呢 行了行了 大姐 你消消气 哎呦 我从来没看见大姐发这么大脾气啊 你知道为啥就二驴子了吗 不知道啊 因为有二驴必有大驴 我轻易不耍驴 一驴比驴驴 驴驴驴驴驴 二姑父 大姐 大姐 二姑父 二姑父 小天啊 你咋来了呢 大姑父 这是什么造型啊 物业改错点的了 不是 你有事没有 二姑父是这么回事 我爷爷让我给你家孩子特意买的天生非凡的灰山马瑞的好奶粉呢 珍惜 铸山奶圆 国产老字号 马瑞奶粉我知道 不是为啥要给我呢 感谢我大姑父 今天我大姑在我家忙活一下午给我爷爷磨剪的前菜刀了 好好好 行了我知道了 奶粉给我喝回去了 拿下 快回来 你说你今天大姑父在你们家忙活一下午 对啊 胡说八道 我大姐我下午洗澡去了 哪有给我上你家忙活呢 不可能 我家三把菜刀呢 该说不说啊 我大姑手法真嫌熟啊 那刀我得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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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咋回事啊 你别听他瞎说 我什么时候在那摸刀了 我那咔咔的那些戳道呢 拿刀戳呀 你别说话了 你一会来我们家呀 我知道 有很多人向你反映这个情况 你这样张警官 这个事挺难办的 但是您相信我 我一定把它处理好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好吧 哎哎哎 哎呀 我回来了 哎 做什么 不啊 赵刚子 一会儿不见 怎么变鸡毛胆子了你 哈哈 看看那个熊样 那就像是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被鸡打败了吧 哎呀 堂堂的物业经理赵刚子 知法犯法 你违反规章制度 你啊 被一只鸡打败了 啊 一世英明 你毁于鸡 我说什么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这公鸡在这儿你就不烦吗 我不烦 我高兴得很呐 大姐 昨天晚上我跟二米粒正睡觉睡得正香呢 二米粒把我推醒了 放你前方 这只鸡都烦死我了 你赶紧想办法 有鸡没我 有我没鸡 我后来仔细掂量了一下 我选择了鸡 二米粒气跑了 我太自由了 我重获新生啊 他有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 大姐 处理一只鸡 对于我全身风来说 亦如反掌 这什么故事 顺风 这事你能解决 我能解决 我也不能帮你 因为那是你的父亲 我的长辈 我不好意思 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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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求你 你帮我解决行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 大姐夫求你 大姐夫也有求我的时候 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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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解决我 我可以你 成交 我把你把你搭进去了 大姐夫 还得问你两个问题 你说 一个问题 咱们家里 谁是颜值担当 你 第二 你是怎么当上的这个物业副经理啊你 我是踏着你的 跟肩膀邻居们说 肩膀邻居们 我怎么当上这个物业副经理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 踩着你的肩膀 薅着你的头发 当上副经理的 我帮你 这这么着 你听我讲 这么缺德的事 我可办不成 这怎么是缺德的事 不是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办缺德的事 你这办了一个好事 我帮你啊 我叫他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止